周末给孩子做点好吃的 花了50多块钱吧 买了二斤多排骨 准备做一道排骨烧土豆 以前都是直接炖 今天用高压锅压了20分钟 这样做出来的排骨肉质软烂 特别适合老年人或者是小朋友来吃 另外还准备了少许的青椒和香菜 这样比较提味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体验一下 个人感觉还是不错的 少许的青椒做一个小小的点缀 这样看起来还是比较有食欲的 今天我们的主食就是烧饼 外酥里内上面布满了芝麻 吃起来也是特别的香 其实这就是一道简简单单的家常菜 也可以说没有什么特色或者是亮点 但是看到孩子开心的吃的排骨 心里面还是挺欣慰的 在成年人的世界中 冻白糖的不容易三个字 有的人用童年治愈了一生 而有的人用一生去治愈了童年 作为父母 我们能所做的也许只有 只有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来好好的培养他们 或许是为了弥补自己的遗憾吧 总之身为父母 才真的知道父母真的是不容易 曾经 曾经几何时 我们也是无知的少年 无忧也无虑 可以大声笑 可以放肆哭 如今已长大成人 为人父 为人母 但是我想起很多人 依然生活在父母的影子之下 原生家庭的影响 真的可能会陪伴我们一生 身为我们能为父母做些什么 我们又能给孩子留下什么 我还能给孩子留下了这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